大家好,欢迎来到《圣经经证读》 我们的原则是透过圣灵明白圣经,通过圣经认识圣灵 我们理念是以教导、牧养、宣教来到名叫神光明的国度 今次讲的内容就是《神秘主义》 《基督密宗》 这个内容是放在《护教专页》里面 其实讲到在一个中世纪的时候 就是《教皇时代》 就是一个主义兴起的 就是叫做《神秘主义》 就是第六个部分 我们会提及到《基督密宗》 我们首先看《以忽所书》第三章 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 替你们祈祷 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 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给我 用启示令我知道福音的傲辟 正如我之前是略略写过的 你们读了又能够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 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叫人知道的 好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 它的圣事图和先知一样 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 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治 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同为一体 跟着最后第三章里面说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 匆匆足足的去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但愿祂在教会当中 并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荣耀 直到世世代代代 永永远远 阿姆 犹太人的先行者这个概念 或者是叫做祖先 其实就是在耶稣之前的时期 犹太人的灵性的生活是高度集体性的 以及公开性的 而他最主要是根据犹太会堂里面的崇拜活动 包括了众读 以及理解希伯来文圣经 以及要背众讨文 以及一些重大节日而定的 所以 个人的灵性生活 就是受礼仪和圣经的强烈影响 例如是使用诗篇来做祈祷 而且个人的祈祷 经常都是抑及历史事件的 就好像他们寄起自身的迫切需要 一样的频繁 好了 这个就叫做卡巴拉 意思就叫做传承或接受 它其实就是犹太神秘主义当中 一种深奥的方法 紀律和思想的流派 这是什么 这个犹太物教的教义 就认为摩西所传的道理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为了大多数知识 较为平庸的至今悲客的高阳所传的道理 而另一部分的奥秘 就是传授给小数智能较为高些 愿意以不生的精力去追寻真理的山羊 而这部分的奥秘 其实就是摩西揭示了神人 本来就是同体的奥秘 这种境界被称之为猿人亚当 其实也是一种人类尚未待落之前的完全境界 这个犹太物教的卡巴拉 被誉为是将西方比较繁杂的各大神秘学的体系 包括了魔法、塔罗牌、练金术、希伯来治保 尖声术等等 都是连续一起的一个枢柳 它基本的内容包括了 有它的量子力学、尖声术、鸭罗牌、西方神秘数字 和人类图等等 而讲到它里面有一个是中世纪的一棵生命树 而这个生命树就是用来描述通往神的路上 因为在卡巴拉教派的文献当中 经常都被称为Y.H.W.H. 即是亚维这四个字的神名 以及神是从母当中去创造世界的方式 这个生命树里面总共有十个质点 分别就是有王冠、智慧、理解、慈悲、力量、美丽、胜利、宏伟、基础、王国 而去到十六世纪的鲁利安体系当中 就出现了一个质点 我们粤语可以叫做达雅特 达雅特所在之处就是生命之处的十个质点合为一体 所以通常就不会被描述出来的 就好像上面那张图其实是虚线来的 是飞过了它 但是去到这里 其实达雅特也都被视为是一个质点 并且也都取代了上面那个Cata 沿着生命之处当中的续线 就出现在这个Cata的正下方 这个时候就被视为是一个非正式的Cata 意识的表现 其实达雅特就是知识的意思 所以这个卡巴拉生命之处 就是由十个质点构成的 这个理论采用的是十进制 任何一个事物都是从无到有的 都要经历从一到十的演变过程 而卡巴拉和数字十也有密切的关系 里面有说到十条的戒律 亦都是十个神意的显现 刚才说过了 就是因为这个卡巴拉和神的名字 亚维的关系是相关的 就代表着有四个层面的世界 YHWH 就是寻含着的四大基本元素 四种的存在方式 也都有四种圣经的解释方式 那卡巴拉当中的四世界 四元素 四方位 四季节等等之间 有些什么关联呢 而在占星当中的 四元素和生命之处 又有些什么关联呢 四元素在卡巴拉的理论当中的 创造之道 和回归之道当中 又怎样去展现的呢 为什么我们每七年是会有一个瑞变的呢 而在这个规律 在生命之处里面 又是怎样去呈现的呢 好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个内容 就是这个达瓦特 就是知识的意思 下面就是竹妈 就是乔客马 代表智慧 其实知识和智慧 其实就是来自多年的 阅读 祈祷 和经文的密想 而那个 借客纳呢 就是 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同在 指的是 神同在的时候 带来了今世的财富 以及 没有神同在时候 带来的痛苦和等候 犹太人是相信 通过他的神圣的同在 是继续在今日的世界上工作的 而这个 这个字 就叫做 借客纳 神的隐藏性 就是来自于我们没有办法 和神荣耀的完全启示之下 但立得住 这样就迫使到我们通过信心 和信服来寻求神 在拓拉的神秘主义 即是圣经神秘主义 就是以神的律法为中心 表达神的旨意 因为拥有财物是信服的结果 也是以充默想 和研究律法所带来的 那这个呢 就是拓拉的神秘主义了 那另一种的意识 主义 就叫做清贫 可以说是一种禁欲主义 其实他就是基于相信 末世将会来到 神即将临到 同时突显了 犹太人长久被外国欺压 而成的一种反应 就叫做清贫 好了 我们今节就讲到这里 稍后我们会继续讲下去 谢谢大家